一箱箱共品擺上桌 悬在中原節前週末假日 宮廟舉辦年度大普渡 光是普渡共品超過五千兩百箱 場面超盛大 辦這個中原普渡這個法會 已經有十五年的時間了 大家愛心捐贈 今年突破往年的紀錄 達到六萬八千台金 看看桌上一箱箱零食泡麵 還有成堆的水果都算常見共品 但隨著世代變遷 現代人普渡也玩創意 有人把枕箱啤酒搬上桌 或是汽水汽泡水都有象徵好運氣 突然點的選擇果菜汁 說是把蔬菜水果一次解決 還有人拿肉松代替三生 普渡越拜越簡便 但可別以為什麼都能拜 共品怎麼挑起是有美感 我們拜拜拔辣 釋迦不能拜 澄清最要緊 大家保平安 香蕉啊 梨汁啊 那個盡量避開 長輩都知道拜水果有禁忌 香蕉 梨子 梨子千萬別擺在一起 否則諧音變成九里來是農曆七月大祭 拔了番茄 多子水果 祭司上有不解含義 世家因為外觀太像佛頭更是大不敬 最常見的選蘋果橘子擺在一起象徵平安吉祥 西瓜友人解釋有頂瓜瓜含義 柚子唸起來像柚子有惠生子的諧音 中原普渡玩創意的同時 更要留意別踩到民俗經濟 蔡宇如童鞭 宇宙節目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